好 其實就在這個時間點上 他一直在問 為什麼Austin說 李尚福怎麼不接有電話 因為李尚福去好像俄羅斯了 好 來看看 中二房長的會面現在同意了 要擴大軍貿往來 那雙方之間的當然就是 都講好話嘛 比如說李尚福就講了 哇 普京真的是 促進世界和平非凡的領袖 那專家之間的講法是說 兩方之間的一直在講說 我們希望能夠有 更全面性的一個戰略合作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北京方面希望藉這個機會 讓俄羅斯轉讓一些 先進的軍事技術 那俄羅斯現在有求於北京 所以沒辦法 為了跟他保持良好關係 所以必須要做出犧牲 其實現在對於俄羅斯 最在意的可能是日本了 好 原因是因為最新消息說 俄軍的海空輪流的在騷擾日本 讓他們的自衛隊非常的緊張 戰機也緊急升空 那中方的部分則是在海軍這邊 說他們有電針船持續的繞著日本 他們的石油制裁 但到底有沒有用 因為來看這個數字 俄羅斯三月的出口說 創了三年來的新高 這個石油出口過往確實有受到影響 但現在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 成效制裁成效不如預期 已經回到俄烏戰前的水平了 好 另一件事情則是 你知道嗎 就連產油大國 燒地阿拉伯還有阿聯酋說 也都在買俄羅斯的折扣石油 好 甚至你不要講別的 美國的盟友嘛 印度 日本說也都在搶購 俄羅斯的石油 這樣子美國的制裁真的有用嗎 其實葉倫之前他就有講過 說你制裁別人 小心喔 有的時候會有反作用力 最新大家在等著葉倫他今天的談話 因為他要發表的就是上任以來重大演說 談的是美中的經濟關係 好 這個就會讓大家非常在意了 原因是因為他其實據說會提到 希望讓美國企業有公平競爭的環境 但是在整個演說的內容裡頭 大家還很在意一件事 就是債務問題 好 畢竟美國國債上線那個SA 已經快要接近了 共和黨這邊的這個眾議院的領袖議長 麥卡錫親自的講說 你到底為什麼不跟我們談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想要跟你談 拜登為什麼不接招 當然啦 這問題也在於什麼 也在於現在是選舉年 所以拜登的某些層面上面 也想藉由這件事情 來給他自己更多一些的籌碼 但問題就是 百姓的生活幸福 真的能夠這樣子被籌碼化嗎 因為你必須要知道喔 現在美國經濟不好 甚至去美元話說在全球 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生當中 好 美元微笑理論的這個提出者 現在就在講了 說你來看這個數字 2001年 美元在全球的儲備總量是有7成3 這絕對多數嘛 碾壓沒意見 可問題是到了2021年 只剩下55% 到了2022 去年只剩下47% 已經跌破一半了 所以呢在這幾年來 是以非常快的一個速度在降下 那他就要問未來呢 畢竟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 大家在講雙邊貨幣互換 什麼概念就是都用本幣來交換 那如果用本幣來交易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推住了人民幣的國際化 好 歐洲的央行 拉格爾他有講 他說其實美國中國地緣政治對抗 第一就是他會破壞了全球供應鏈 這麼一件事情 那就會提高通膨 可能推高大概5% 那如果真的大家都用本幣的話 有可能會影響到美元歐元的主導地位 好 我們剛剛講通膨 更別說 美國現在一個通膨的問題是什麼 是華爾街警告 說再這樣下去 經濟數字 拜登一直告訴你 非農就業率很好 其實各方面數字很穩定 但是信貸已經隨著經濟疲軟 在開始惡化當中 大家開始有一些繳不出卡費 還不出貸款的現象了 還沒有到最緊迫的時候 但是如果到很緊迫 要怎麼解決呢 回過頭來請教將軍 怎麼樣來看中俄房長的會面 當然這個中俄房長會面 這個是純粹面對 那個奧利美國的國防部長 想要跟他會談 被拒絕了 那拒絕還不說 美國不是要制裁李尚福嗎 說他是 等於是戰犯一樣 他乾脆我就跑到俄羅斯 跟俄羅斯的房長見面 這就是很大一個耳光打回去了 第二個 他很實際的講 當年解放軍的所有的軍事科技 大部分來自於俄羅斯 所以你看為什麼現在新發展的基建 他用千二零 運二零 這二零的意思就是我可以自己製造 可以我自己完全國產了 但是俄羅斯還是擁有相當多的軍事科技領先的 你譬如說核能潛艇 核能的魚雷 和天上飛的飛行的飛機的飛彈 這些都有它的長處 所以可以談的 其實俄羅斯跟中國的軍事互動已經很頻繁了 去年已經聽說俄羅斯可以派軍隊不帶武器 光了兩個手可以到中國大陸 開中國大陸的坦克車 開中國大陸的船艦都通的 就表示說將來聯合作戰 語言的問題不是問題 因為它還有很多手段 今天這個合作當然日本很緊張 因為俄羅斯在太平洋艦隊實力是不強 但是它的潛艦是夠強 中國大陸的水面艦夠強 這兩個配合起來 日本的威脅就很大了 因為你北方四島 俄羅斯給你搞一個多島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造成日本心裡很大的威脅 第二個俄羅斯再支援一點北韓什麼東西呢 北韓是恨日本恨得要死的 對不對 它也可以變成俄羅斯的棋子 來打擊這個問題 所以大國博弈是雙方找到這個可以下手的地方都在那裡動了 是 所以就要問了這世界局勢未來還會怎麼樣再演變 我們先進個廣告 等一下回來專家解析 好 我們剛剛講到了中俄之間房長 兩個人見面的時候話非常的投機 但是美國跟中方現在談不起來 然後日本就開始很焦急 很緊張了 因為他們眼看著 美國每次都說要制裁俄羅斯 看起來沒用 賴老師 制裁本來效果就不大 因為俄羅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這麼大的國家 又有黃金的鋤量 全世界排名第二 產量 那跟不得了 石油 天然石油這麼的多 你還要制裁它 我覺得那是至少沒趣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子 因為美國跟日本 韓國在朝鮮半島的南方 東部 東南這些地方 舉行規模很大的空戰的演練 這個表面上看起來是要威脅朝鮮 但是對於俄羅斯來講的話 那不一定 對中國來說的話 那也不一定 所以彼此之間當然都要思考說 如果美日韓侵略了朝鮮 就是北韓 那中俄要怎麼樣的同步的行動 我覺得中國的防長到俄羅斯去訪問 跟普丁 跟邵伊古 一定會討論到這個部分 還有對俄羅斯來說的話 他不排除你會對於我的南千島群島 也就是日本所謂的北方四島 進行攻擊 我在東部 目前被捲入烏克蘭的戰士 你可能在我的另外一個地方 那麼去對我的北方四島 那麼進行奪取占領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對於俄國來講 他必須要保持緊接 至少告訴你說我在看著 所以太平洋艦隊馬上提出 這種緊急突襲整備 這個其實就告訴普丁說 我們太平洋艦隊 目前來講第一步的檢查是合格的 他已經可以戰鬥 所以他的這些艦隊馬上就啟動 還有空中的飛行器 這些戰機就進入了這個俄羅斯克海 在演習區舉行演練 接著他們就要往南走 要往南走 要走到哪裡呢 要走到夏威夷這個海域 那麼也就是說他要牽制 美國在印太司令這個地方 那牽制什麼呢 也就讓你第七艦隊 必須要考慮 你要不要分散兵力的問題 對 我覺得一定是把你拉回防 中國也在這個時候 你看這個軍演其實滿重要的 就在光州附近的 重大的演練 不說打什麼 所以我們一直在猜是潛射 還是區域巨子的精準的 一個導彈的試射 我們都不知道 目前要看再過一兩天 可能訊息就會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些動作 其實都告訴周邊的國家 東北亞目前並不太平靜 因為美日的 韓的聯合軍演 其實威脅到這個地區的 穩定跟安全性 好 所以到底在黃海這邊 這個軍演 不知道內容 但是知道是重大軍事活動 什麼樣的內容呢 我們也都會帶您持續來看 不過先進個廣告 等等回來請賓哥總結 但還有一個動作 好 最後我們要請賓哥幫大家總結 我覺得美國自己要考慮到 它在戰術上都已經處於劣勢了 因為你看 中國大陸的船艦數本來就已經超過美國 然後它大型化的努力 其實這十幾年已經很明顯的出現 因為它054A以上的船艦越來越多 在這種狀況下 等於在整個西太平洋這邊 這邊基本上美軍 你光靠目前的兩個航母戰鬥群 你根本沒有辦法跟它拚 你會疲憶奔命 我一下黃海這邊演習一下 東海這邊演一下 然後跟俄羅斯繞到金青海峽去一下 然後在綠綠南海一下 再關島一下 請問一下你到底有多少艦隊 可以去跟它跑 再加上日本艦隊可能都不夠 因為不要忘記 俄羅斯跟它是結盟的 所以我覺得美國自己要考慮 改變它的戰術 你其實這樣弄 只是讓你的人疲憶奔命 然後收效盛惡 而且越來越鋪入你自己的弱點 而且我覺得對美國來講 現在更重要的就是 你要先回防你的經濟 你怎麼還想去制裁別人呢 你看為什麼這些產油大國 他現在去跟俄羅斯買石油 因為這比我自己身材還划算 我跟他買了之後 而且我又不是自己要用 我是賣給你 對啊 我不用身材 我還賣給你 轉手 對 轉手 我轉手就賺錢 所以三月之夜 不才宣布我幹嘛身材那麼多 我跟俄羅斯買就好了 所以人家現在已經在搞這種事情 你們是傻傻 讓西方這些國家 跟盤子一樣被砍 然後你們還不趕快回防 你們的經濟 你越來這樣制裁下去 你只是不斷的削弱 你的盟友甚至你自己 因為你自己現在每债每元 都面臨這麼大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沒辦法趕快 改善自己的體質 我覺得你不要想去壓自己